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4月19号周五晚上的7点55分 今天的市场是相当的热闹啊 Vix的盘中曾经是触及了6个月的高点 四大指数这边今天标普和纳指下跌 纳指今天是大跌超过了2% 纳指100这边也是连续6天下跌 创下了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跌幅 纳指100本周是跌了超过5% 跑到了5.36% 另外呢,今天的道指和罗素这边是小幅收涨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 是今天的标普平权指数 今天是上涨了0.38% 说明什么呢 说明暴跌只发生在少数的权重科技股身上啊 在某些板块走得比较差 特别是大科技以及AI相关的半导体身上 那么其他的板块呢 反而是获得了资金的支持 比如啊,我们来看一下 医疗保健还有像零售板块 其实呢,今天都是小幅收涨啊 也说明了 现在市场呢 其实并不是资金离场 只是调仓避险 因为这两个板块呢 一个是攻守兼备的板块 一个是防御性的板块啊 说明市场呢 目前正在抛售一些之前被炒的比较高的 利润比较肥的一些个股啊 转投一些 相对来讲呢 跑的不是那么快的啊 最近的回调已经差不多回调的 这个七七八八的一些股票身上 这个其实对于中长线的后面的市场来讲 它是一个好事啊 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好,那么说一下今天的市场的大概情况啊 今天的半导体呢 是损失非常的惨重 整个的非城半导体指数是跌了4% 走出了毛票的步伐 这个对于追逐高估科技股的朋友 估计呢 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心理伤害 可能有点打击大家的信仰啊 别慌 咱们呢 稍后来讲讲今天这些暴跌的股票 包括像什么英伟达呀 还有SMCI 包括呢 还有破位的MU 还有SOXX啊 以及呢 我又一只减仓的股票啊 另外提示一下关于Meta 有可能出现的注定的走势 今天的经济数据方面是非常的清淡 呃 但是呢 美联储的古尔斯比的讲话 还是有点吓人啊 虽然它的声音不是很大 但它的恐怖效果俱佳 那么作为美联储最鸽派的官员之一 它对降息都变得悲观的时候 你就知道美联储可能这回啊 真的是搞砸了啊 它明确的指出呢 说通胀的进展已经是停滞 在采取行动之前 等待更多明朗的消息是有意义的 那么它的讲话完了以后呢 市场掉期利率的压注这边继续的降低 目前2024年全年的降息的压注啊 已经是停留在差不多一次半不到的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暂时是获得了奇稳 好 这个呢 就是经济方面的基本面 我们来看一下个股吧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股票啊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费城半导体指数 SOXX啊 这个ETF 那么这只股票呢 今天是跌了3.99%啊 取个整数跌了个4%啊 因为盘后又跌了0.38% 现在它呢 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收盘收到了198块钱 我之前在这里给大家写过一个备注 当时写的是破位下看181级下方 为了不让大家过于的恐慌啊 一口气看那么远 那么我结合着期权市场写细一点点 198如果跌破之后 这个盘后不算啊 这个盘后不算 我们还是要看下个星期的开盘情况 因为我们通常都以收盘价为准 盘前盘后呢 由于流动性不足 经常会出现一些比较虚假的走势 所以呢 198暂时是守住了 如果下个星期 大家看到跌破198块钱 以收盘价为准 那么首先破位是下看191级下方 那么呃 如果这个地方184块钱再跌破 那么就下看181级下方啊 下方就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上方这两个位置呢 一个是中等支撑 一个是小支撑 其实呢 一般般的位置啊 都是 那么在未来的一个月 接着到5月17号的月期权的压 这个压注情况呢 给大家说一下范围 它的压注范围是市价198块钱 上下大概14块5毛钱的波动 这个概率呢 大概是一个68%的概率 意味着 如果要向下 你可以减去14块5左右 它大概是正好压到了184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一个要破不破的位置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如果从市价真的是跌到了184左右 那就意味着它可以跌7% 其实如果7%的跌幅放在个股身上 这个波动根本就不算大 随随便便就能动个7% 但大家要知道 作为指数来讲 一个月的波动可以到7%左右 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波动了 绝对不是一个小波动啊 截止到5月17号的月期权的结算 当然了 这里提示一下 我也并不是说它一定要下跌 因为波动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上下都可以有的 向上7% 向下7% 现在的情况呢 是它的超卖非常的严重 RSI呢 是跑到了已经16.33 今天 说明呢 它是存在有气数性反弹需求的 再加上呢 现在它还没有破位呢 198块钱 说不定下个星期 对吧 我们周末出了什么利好消息 半导体板块呢 又焊地拔葱直接上去了 如果向上去涨个14块5毛钱 那么它就可以跑到214附近 那它基本上就把这个星期的所有跌幅全部都收复了 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涨幅啊 所以呢 现在情况方向你很难说 但是呢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市场还是对它宽度还是非常的宽的 所以波动这个东西呢 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去判断 但是有一点可以知道 就是收盘价在什么位置 它是一个固定的值 它不是一个变量 破没破位 这是一个大概率可以确定的 破位的意思就是资金跑了 套牢盘多了 你想涨就很难 不破位的意思是资金不跑 它想手一手可能还在买 那就没什么问题 其实呢 技术面很多的走势 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是由某一股或者一个比较同向的资金流来推动的啊 并不是所谓的大家经常会问 有没有庄家控盘 美股没有庄家控盘啊 不存在什么装不装的问题 或许在某些市场会有 在美股市场不存在这个啊 因为它的数据啊 包括资金流向啊 包括所有的东西都是比较的透明的 没有人会因为需要控控盘 去冒这么大风险 好 说到破位呢 我就说一说 我的一个持仓股今天是终于破位了 为什么叫终于呢 因为之前写了这个地方 写了很久很久 它一直也没动 但是经过四五个交易日的下跌 一口气是跌穿了 微软这只股票呢 我在很早之前 就跟大家写过我的一个减仓计划 当时说的是跌破400块钱 400块钱就会减仓啊 因为跌破之后短期会注顶 我相信呢 长期跟节目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 一定还记得我在这个地方写过哈 那么今天的微软是破位走势 按照计划 减仓 今天呢 在临近收盘的最后的 那么可能几分钟 一分钟都没有啊 大概就是零到一分钟左右 然后呢去收盘 然后把它给减了 399.1啊 这个位置减了一点点 减了多少呢 减了2%不多啊 目前的持仓成本是88块5毛7 6%的一个持仓 关于这个持仓成本的问题呢 很多新朋友关注频道的可能不是很知道啊 呃 也有人不断的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 对吧 呃 如果大家想知道呢 因为我之前节目里其实也讲过 如果非常想详细的知道 为什么要去考虑持仓成本 以及怎么考虑 以及怎么计算 我在会员第46期 是做过详细介绍的啊 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看一看 至少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好 这个是微软 解完之后呢 后面怎么办 看一下估值 以及我的加仓计划 今天我做了一下估值的更新啊 24年6月的前端估值是272到365 中位是319 25年前端估值是309到414 中位呢 是361 啊 所以呢 微软这只股票 我目前呢 有一个10%的加仓计划 呃 这个地方呢 是2%的位置比较激进啊 是366到381 为什么激进呢 因为要走到6月份的估值走完 啊 而且呢 是呃 买的位置呢 是在25年6月 这个财年的中位数附近啊 所以这个地方属于比较激进的 稳妥的 如果他大跌啊 跌到328到346 我会大幅再加仓8%啊 所以预留给他的仓位 还有10% 加完之后 会有16%的一个持仓 这是微软的情况啊 并不怕他下跌 因为之前 已经做好了这种下跌计划 好 呃 然后呢 来说一下关于英伟达 英伟达呢 今天是 我们说汉地拔空 他是属于跳楼机走势 对吧 直接是暴跌10%啊 这个是没有零儿 没有整跌的刚刚好 今天暴跌10%呢 是一口气回到了两个月的低点 也是自2023年11月以来 第一次收到了50日的移动平均线的下方 这里呢 我想提示一下他的位置啊 就是英伟达 因为之前 其实在跌破上方的876 破位做小头的时候 我这里就写的很清楚 下看804级下方 突破921才能重回上行啊 所以当时是反弹了几天 我们把它当成反弹来对待就好了 好吧 这样你不会吃大亏 呃 因为一旦进入右侧 你再去做 没有问题 没有必要去追这一下的这个小反弹啊 那么现在下看804下方的目标 已经是达到了 后面还会怎么走 还有没有更加恐怖的走势呢 其实从英伟达本身的估值上来看 呃 之前我跟大家其实讲过 关于英伟达的不同的参考标的啊 就是他根据目前的增速 以及传统的符合年化 你去算他 正常的这个倍数来算 他可以有两套差别非常大的 但我更愿意 用20到30倍的正常符合年化 还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 因为他今年增长79% 但下个财年只有10%嘛 那么还在25年1月的前章估值的情况 是464到696 中卫是580 那么到26年1月呢 是516到773 所以你可以看 25年1月 现在还有差不多呃 大半年左右 那么在696块钱 也是在700块钱的下方 是完全合理的 对不对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属于回归到均值区间的 好 那大家说 有可能还能跌到700以下吗 没这么恐怖吧 对吧 嗯 其实这个东西 大家不需要太健忘啊 从900多 这不跌到700多了吗 900多的时候 800多的时候 大家认为不会跌 这不跌到7字头以下了 804很快就到了 对吧 以下 那同样的道理 现在呢 跌到了700多 到6字头很难吗 不是很难啊 为什么不难 我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市场是怎么看待它的 呃 还是一样 截止到5月17号的月期权的压注情况 英伟达的波动不小 有上下85块钱的波动空间啊 85块钱的波动空间的概率是68% 你就往下减一减 762减去85块钱是多少 是不是正好是6字头在662上方 我这里写的跌破形成头部大的上行趋势结束的关键水准 关键位置就在这里 大概在600 670680块钱 市场已经压到这里了 啊 它不是没有压到6字头的 完全压到了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之前也给大家写过计划加仓的位置 662到741啊 眼看着就要到了啊 这个加仓有可能就要成功了 所以呢 等是等了挺久的 但是至少上面的这个风险我没去承担呢 接下来的回头再涨上去 那是我的利润 对吧 现在呢买在上面了 接下来的那是暂时的风险 未来呢 这只股票还会往上 还有空间啊 未来还会有空间 市场呢 这个因为人工智能的热度 我不认为炒完了啊 后面还会可能有第二波 第三波 但是呢 之所以我一直等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 就是我是在等我的利润空间给腾出来 他要涨他就涨他去 我之前的持仓比较的少了 陆陆续续捡仓捡的多 没关系的 他这个上涨我也不亏钱 对吧 最多是少挣钱 但少挣钱这种事情 我们每天都在踏空啊 我们原来讲过一句话 对吧 人生何处不踏空呢 无论你是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对吧 你的给孩子的教育 你的这个家庭 你的亲人朋友 哪里有不踏空的 对吧 任何时候都有踏空的时候 所以淡然看待啊 淡然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我宁愿等 好 那么等到这个662到741 9%的位置 9%的位置 会啊 9%的加仓会去加啊 这个地方我会择机去加 仓 因为我还是看好 后面这一波上行趋势的啊 但是跌破之后 大家要知道 那真的是game over了啊 game over了 那英伟达下面 可能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非常大的问题了 因为下方的空间 暂时就不说了吧 那那个空间 可能就真的很大了 到时候可能就需要 去做一些止损计划啊 那到时候再更新吧啊 好 这是英伟达 然后看一下这个SMCI 超微 他呢 今天一口气跌了23% 让很多对于 在追逐高点的朋友呢 今天也是严重的出血 SMCI呢 我就把位置给大家做一个更新啊 下方 现在是市价713块钱 那么 下方有两个中等支撑 642698和507到604 强支撑要在464到493 那么 期权市场 同样 5月17号 它的波动是多少呢 非常恐怖 173块钱 173块钱的上下波动 意味着它的振幅 还有可能超过20% 173块钱 你往下减一下 可以跑到哪里 可以跑到539 意味着 它在上面的642到698 这个位置是直接跳过去了 它压得非常的深 这是一个巨大的波动的 一个风险 这种波动性呢 反正你要是方向做错了 那可能真的是比较的糟糕啊 因为这种股票 你看我原来是讲过 对吧 讲过 位置给大家写过 目前它的 你看它的前章估值的情况 我在2月16号做的更新 24年6月是434到651 25年6月是507到752 目前呢 算是回归均值啊 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好 然后看一下MU MU今天破位 非常遗憾啊 MU今天是跌到了106块钱 这个地方之前也写过 107到113 跌破107破位 下看97级下方 大家说 还有这么多大的跌幅吗 呃 市场反正是就这么认为的啊 因为 期权 它现在的波动 到5月17号 大概是在11块钱左右 说明什么呢 你往下减11是多少 是不是大概在105左右 106左右 那么代表的市场 已经压到了97级下方了啊 已经压到了97 就是减去11块钱 是不是等于97 95左右 对吧 所以市场是已经开始有计价 它跌至97下方的 呃 那么它如果跌下去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按照我在3月20号更新的25年8月的前瞻估值情况 它是回到了合理估值区间 也属于均值回归 MU的问题咱们讲过 它在二季度的呃 呃 呃 这个呃 呃 盈利上 由于它大幅上调了呃 存储的这个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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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呃 商品的这个价格 呃 但是存储商品的价格 我说过这个行业有一个特殊性 它并不是一个特别 我们说需要呃 非常时间的周期就能够去调动产能的这么一个市场 很多的竞争对手啊 就是存储类的这个半导体 非常多的竞争对手 大家都可以根据市场的短缺情况很快的去调动啊 很快的去进行这个这个呃 这个货源的生产和补充 所以呢 它的情况当时讲过说 很难说 它去算在二季度 它上调25%的售价 打当时是这么想的啊 到底会给它带来多大的业绩想象力 这一块 确实是没法估计的 所以现在呢 市场给了一个答案 就是 还是老老实实回来 回归均值 然后慢慢做 那么回归均值之后呢 大家看下方的这个地方啊 97级下方这些地方 然后都是中等支撑 还慢慢的就是强支撑就开始了啊 这些地方呢 就是你未来真正的 呃踏踏实实的 想做美光 然后呢 想做的一些地方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吧 好 然后AMD AMD今天呃 是在破位了162之后啊 最近跌的相当的惨啊 连续的下挫 162破位之后 当时给的这个前瞻性的看法 是跌至151级下方啊 它是已经是跌到了这个区域之内 那么对于AMD来讲呢 下方 大家要注意啊 它有两个强支撑 136到141 然后一个是117到129 那么现在呢 AMD 我在前几天刚讲他的时候 说过市场压的很深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 市场压对了 市场这个深度 果然 它出现问题了 那么今天 我还想告诉大家 今天的市场 依旧在压的更深 啊 对AMD的压注更深 压到了哪里去呢 压到一个月之内 它有5月17号这段时间呢 有18块钱的上下波动 那也是超过了10%了 18块钱的上下波动 这个压法是很变态的啊 在连续短期内 这都属于异常现象啊 就属于异常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么如果你按照188块钱的极限计算 146减去18 它是直接跳过了136到141的强制撑的 直接向下跑到了129这个位置 那就完全回到哪里了 回到了它的前瞻估值的合理的位置 一个是24年前瞻128上线 25年前瞻是176 如果按照高倍数算的话 是完全回到了 你看这个中位是128对不对 它其实就回到了129 就回到了合理去见 你可以看到没有 刚才我讲的这几只股票 全部都是在走什么 在走均值回归 把炒得更高的 把预期的那一部分 全部都回吐掉了 那代表市场什么 市场这个均值回归 还是属于这个历史规律嘛 什么股票都逃不掉啊 什么股票 当市场需要去调整的时候 就是这么的快啊 所以希望呢 每一次这种大跌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 在自己的小本本上 记上某年某月某日 那什么股票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没事的时候 翻出来看一看 总是去提醒自己 我们说投资本来是一个风险 很巨大的事情啊 确实是要考虑风险和回报 耐心的等待 其实不会缺胳膊少腿的啊 不会缺肉 对吧 你不耐心等待 拼命去追呢 那一点涨幅 又不能让你一夜暴富 何必呢 是不是 我们投资还是一个长线对待啊 好 然后说一下Meta Meta这边做一个友情提示 Meta今天大跌4% 然后24号就会发布财报 呃 市场对于Meta的整个的压注也存在一些极端性 呃 所以呢 我提示一下Meta存在着有颇位注顶的可能性 目前Meta今天跌了4%之后 大家关注453块钱 一旦收盘跌破453 注顶下看402级下方 那又是一个10%以上的跌幅啊 那个跌幅 那个同样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跌幅了 那么西权市场呢 对于它在5月17号 期权的波动范围是上下57块钱 同样是超过10%的波动 那么向下就可以跑到424的位置 在这个大的缺口范围之内 424 那它就一定是一个破位走势 反之 它如果向上你加57块钱 可以跑到哪里 可以创新高啊 它可以跑到538块钱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期权在Meta身上 是一个典型的财报博弈 大家呢 有人认为它的财报会非常好 有人认为它会崩溃 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两端博弈 呃 反正呢 它的波动不小 总有一款适合它啊 因为从它的前瞻估值上来看 它的价格呢 也是中不溜 可上可下的价格 它中间水平吧 299609 342 696 你现在多少钱 482块钱 中卫附近 往上跑 也有空间 跑到接近600 有空间 你往下跑 什么跑到接近这个400 同样也没有问题 是不是 所以这个完全是属于财报博弈啊 这个财报怎么样 好还是坏 很难说 呃 现在很难说 这个我只能说市场对Meta的预期 还是挺高的啊 但今天呃 跌了4% 这是一个事实啊 尽管今天有期权市场的这个结算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不管是不是因为期权导致的结算的成交量的放大 所有的成交量放大的下跌都是有意义的啊 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走势表现 好 那么对于指数层面呢 这个之前已经给过大家一些位置了啊 包括像SPY SPY呢 当时说的是跌破504下看477级下方啊 现在还在旅途过程中啊 目前呢 他可能有点孤单 有点寂寞 有点冷啊 没事 有这个纳指100在陪伴他 纳指100这边 当时说的是434跌破之后 下看412级下方啊 这个已经马上就到了 差了一块钱 几乎是已经完成任务了 纳指的这个步伐比较快啊 这个腿脚比较灵光 呃 那么后面呢 大家记得这几个强支撑的位置啊 强支撑的位置是什么地方 是你潜在的指数上车的位置 长线上车的位置啊 特别是标普这几个位置 大家要看好 标普这几个强支撑在哪里 467 477 443 460 432和440 这是你长线上车的位置啊 大家不要过分下跌 市场呢 每年的回调是很正常的 5%以上的回调 每年会出现三次 10%以上的回调 平均每年会出现一次 所以下跌不恐怖啊 下跌也不要去 这个特别恐慌性的 怎么样怎么样的 呃 这个把仓位啊 把计划安排好就行了啊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 带给大家的关于市场的一些解读 到了周末的时候呢 仍旧去更新一下 这个会员这个节目的这个预告啊 呃 还是讲财报 为什么讲财报呢 因为讲财报给数据啊 大家就能准确的知道 这些股票 它到底处于什么区间 高了低了 还是中间位置 那么它最近的支撑点位在哪里 什么地方配合着估值 中间或者低估的位置 又是强支撑有买盘进来的 这不就是你长线的位置吗 啊 所以呢 基本上 我在财报记就在做这个事情啊 给大家持续的更新各类型的股票 呃 然后到了周日的时候 会在社区里面更新一个答疑帖子 如果你加入了Reno答疑级别 你会找到一个带有QA标志和日期的帖子 每天在里面提问 每天呢 我都会抽空回答大家 好这个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关注啊 持续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祝大家周末愉快 哦 最后提醒一句啊 下个星期呢 有43%的标普成分股会披露财报 血雨啊 血雨腥风的一周 呃 也是大家跳车和上车的机会啊 估计都要出现了啊 请大家在本周呢 务必要好好的调整 下个星期应该会更加的热闹 好 这个就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一地随手帮忙 多点点赞 谢谢大家 那咱们就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